这回监察院调查文湖县 现任市长郝龙斌已经约询完毕 而约询的内容指出 文湖县的网路系统设计有问题 被质疑是要跟前市长马英九的决策做切割 不过呢 郝龙斌今天再次强调了 他说绝对没有所谓的切割问题 而把文湖县安全的交给民众 他会负起全责